大家好,我是酷奇 今天來介紹一下我目前 自己在刷龍躍士地下城關卡的配置 這次使用的是小龍躍士當隊長 本身有龍Type的HP2.8倍 和21倍的攻擊 放獅婆龍的編程很適合 實際的攻略流程和相關的代用就邊打邊介紹 這次的關卡一到六層 都是龍Type 和機械Type 的 所以如果你的傷害疊不起來的話 可以吃一些殺手 開場先開一下獅婆龍 然後消除 這邊因為敵人是水屬性的關係 這裡沒有配殺手的話可能會殘血 或者是版面的強化住不夠也有可能 第二關米露 米露的血量有1000萬 那50%更新之後的500萬 這裡可以靠顧傷打過去 那除了這隻剛好的角色之外 如果有雷歐的話也可以混搭 這邊就是破超根性之後 靠顧傷通過 接下來三四六都有超根性 超根性的部分我這次搭配的是聖誕赫拉裝 聖誕赫拉有30%的重力 開完技能之後我們先把Andeva的二技 這一個有屬性吸收武效 加上花火 開掉 這邊提早開是因為為了要在最後一關使用 第四關呢 這邊有70%的超根性 70%的部分我們開另外一隻的30%解掉 火屬性吸收也靠屬性吸收武士 那天降鎖珠也在這一回合結束 所以四字開完之後呢 剛好天降也沒了 第五關的敵人血量很高 如果不是雷歐編成的話呢 一定要是機械殺 敵人開始會給轉轉 那轉轉無視 我們開獅婆龍 消除 這邊敵人也會給頭尾加速 那兩邊的30%重力加起來 就是51%的重力 下一關的敵人有50%的超根性 兩邊開掉剛好可以解除 那最後一關的敵人呢 敵人會有三種模式 最討厭就是鎖版面 所以隊伍裡面至少有一個可以解鎖的角色 那Anteva的一技剛好是花火加解鎖 所以這邊就可以無視 直接消除 炎在50%之後呢 血量也不高 可以一次打穿 這樣子就能夠快快的周回 時間不到兩分半 超快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待用 頭尾的裝備呢 30%的重力要去找一下 90%的部分可以靠像是麒麟姐 70%的話可以靠獵人GIGA 之類的角色 施伯龍的裝備 這也都有點火力過剩 可以單純放魂牌的裝備 Anteva呢 基本上這個編程只剩下雷歐可以替換 那如果好友 有找到雷歐的話 這邊就是放另外一隻火力角色 配屬性吸射無效的裝備 大致上是這樣子 希望可以方便大家周回 有更好的隊伍再來介紹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概括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